汽急車呼嘯而過 這條新竹市東大陸二段660巷口 右側這顆暴閃燈號制 最近才剛設置 紅藍色光線要提醒用路人注意路況 民建黨新竹市議員楊玲儀 開心PO網宣傳政機 提到成功爭取暴閃燈 但卻被網紅Chip發文炮轟 原來Chip的留言建議遭到刪除 他痛批對方毫無民主素養 批評換一個爛東西還沾沾自喜 非但沒有警示效果 還容易影響駕駛 下雨天更明顯 暴閃燈其實 最近這幾年在台灣裝了很多 但是那個並沒有有效的解決問題 反而可能會增加駕駛人的困擾 對於開車我這樣看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住的人是我們跟他們有關係 看到有個東西 在那邊有路口 是不是速度就降慢 附近民眾看起來都很買單 不過陽靈一地時間卻是氣得回擊 提到被封鎖剛好而已 影射某檔月花十萬買網軍 但事後隨即改口 將對網紅的影射移除 反批是高鴻安帶領的市府 始終沒回應 最後只能屈就下下側的暴閃燈 對此市府回應 路口今年至今沒有事故紀錄 也曾畫設標線提醒用路人 包閃燈是議員主動發函要求設置 對失言後又甩鍋市府 批評是不良示範 改善交通有沒有效果還不得而知 但各方已經為了這顆暴閃燈 炒成一團 華視新聞網路主林志淳 莊明憲 新竹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